请问今天的历史题目是什么? 韩家父子兄弟大败 韩德就说 谁敢去取赵云的手机 我来取赵云的手机 这时候有一个人冲了出来 韩英啊 去吧 是 父亲 韩英拿着一把枪 他就说 赵云 你这次 你的死期到了 虽然只有一枪捅了过去 赵云啊 只是轻轻啊 剥了开来 一枪扫了过去 韩英啊 一下子防备不及 这头啊 这个脖子呢 就被划了一条线 之后就 掛了 哈? 才一个回合 韩德和他的八万部队啊 差点傻眼 这个可是西梁第一名战士耶 才一枪一个回合 而且 壞一下就挂了 不会吧 所有的人议论纷纷 说这个第一名到底是不是作弊的 说那个 韩英啊 第一名肯定是作弊耶 这第一名啊 肯定是因为啊 他给所有的人呢 如果对上他兄弟的话 他兄弟就让他 如果是对上别人的话 就在他别人的那里面啊 放麻药 然后让别人啊 不战而败 或者是呢 放那样泄药 让别人啊 边打边泄 于是啊 韩英只战了 一个回合就挂了 韩德啊 他就说 还有谁敢去战 我来为我哥哥报仇 这个人啊 是韩英的弟弟韩瑶 韩瑶杀了过去 举刀便砍 赵云啊 嘿 枪 哈 枪 这韩瑶倒是比较厉害啊 韩瑶厉害多了吧 枪枪打了十几个回合啊 韩瑶啊 慢慢觉得有点力确 这四子 韩琪杀了过去 杀 带着 方天化戟 戳了过来 赵云啊 看到二打一 也不害怕哦 嘿 枪枪枪 哈 这时候韩 这时候韩瑶 才觉得有点 轻松 这时候呢 三子韩琼啊 看到这两个人啊 对付赵云一个人 还有点点打不过 冲了过去 举起双刀就说 赵云抢我一刀 哈 千 哈 顿时便出现三比一的情况 拿方天极的韩 拿方天极的韩琪啊 其实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因为有二哥和三哥在挡 所以他啊 其实只是比个样子 哈哈 来来来 赵云啊 就越看这韩琪啊 越觉得古怪 这这只狗狼到底在干什么呢 于是啊 赵云啊 就一蹭往这 韩琪的右肩捅了过去 韩琪防备不及 哎呀呀呀呀呀呀 被刺中右肩 直接摔下马来 所有的这些西凉军啊 赶快把韩琪拖回大帐 韩瑶和韩琪啊 韩琪啊 拿双刀的韩琪啊 一看到 地里竟然这样就挂了 拿双刀的韩琪啊 注意力力不集中 又来啊一撑 又被这个 这个 赵云啊 集中 这心啊 集中前心 前心只捅到后心 然后啊 刀啊就 飞了上去 然后 等到枪回去的时候呢 回去啊 韩琪落马 结果这刀就 刺到心里面 然后就直接 砰 挂了 韩琪也挂了 而且挂的比韩阴还惨 这韩瑶啊 吓得半死 这赵云啊 看这个韩瑶啊 刀在那里乱窺 说 来呀来呀来呀 杀来杀去 要为他两 两个 兄弟 报仇啊 赵云啊 他轻轻 挡挡挡 然后啊 就 这枪啊 就在那里晃来晃去 然后等到啊 韩琪觉得 韩琪 韩瑶觉得 他到底在干什么的时候 突然一枪撤过去 啊 这个韩瑶啊 也被送上西天 顿时啊 八万大军啊 下的是 下的是 差点要心脏麻痹 全军下的差点要心脏麻痹的时候 突然赵云又杀了过来 八万西粮军开始溃败啊 韩德也狼狈的逃回了 夏侯帽的大仗 夏侯帽就说 你们的儿子真的是 蝉联西粮军前三名的 西粮前三名的武术高手吗 唉 看来只有我亲自出马了 这夏侯帽啊 就拿着他的上方宝剑来出阵 这夏侯帽啊 正法摆得倒有模有样的 可是啊 惊到这个赵云一冲击啊 老将韩德就挡了过来 韩德拿着斧头就要砍赵云 这斧头重啊 赵云觉得 唉 觉得有点分量 哈 这韩德就说 哈 来吧 赵云啊 正这样的时候啊 突然之间呢 这韩德就要砍他的致命伤 后心 哈 这时候呢 赵云本来是要这样子杀的 这突然之间往 这背后啊 背面这枪啊 就 往这个 韩德的凶口捅去 韩德真的会被捅死吗 请接下来分享